其实甜蜜蜜就觉得心里非常 嗯 嗯 请问是在大便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诗蓝不是蓝的蓝 是不是觉得很久没有见面了呢 是的 我大概有两个月没有坐在镜头前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大家 就是最近 嗯 我偷懒了 好啦 那就是如果说是近况更新的话 我就更新在我的Vlog里面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 直接进入今天的新作主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几乎没什么副评 号称不是帅哥 就是美女 所组成的天秤座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大部分的人听到天秤座 冒出来的形容词 应该都是没什么副评的 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脾气很好 帅哥美女 很好 那我必须跟你说 你跟天秤座还不说 来 跟天秤座非常熟悉的人 是不是该出来讲话了 天秤座根本超固执 翻高起来第一名 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说 天秤座的幻化吧 天秤座好相处 但其实超有原则 天秤座的好相处呢 其实是 他对他不熟悉的人 会压抑他真实的想法 你可能会觉得说 天秤座他对大部分的事情 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但你错了哦 天秤座的主见可大了 对每件事情 他都有他的原则在 这件事情在心中 应该要黑 那就应该是黑 要白就白 但是呢 如果大局上 大家都觉得说 让他是处于灰色地带 会是最安全 对大家最好的 其实天秤座觉得心里非常 嗯 嗯 嗯 请问是在大便吗 嗯 其实天秤座觉得不太对 但他还是会选择 压抑自己心里那种 不对劲不开心的感觉 情不感恩 情不愿的 微笑 答应说好 我去做 不破坏气氛 尽量不跟大家争执 天秤座喜欢维持这样 大家都刚刚好的融洽 的那种平衡感 接下来就跟大家讲到 天秤座的外貌协会 天秤座对自己的外在 非常的重视 不是说他常常购物 买东西 然后跟流行之类的 而是他很习惯性的 就是把自己会打理的 干干净净的 看起来让人家是舒服的 对于外貌执着呢 除了对自己的外在之外 他对身边的人事物 也相当的执着 定义一下对天秤座来说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人的外表 穿的是不是整齐 洗干净 袖子是不是都已经松了 这些呢 都是他在观察别人 第一印象时的评分表 当然他除了人的外表之外呢 天秤座也很喜欢用很美的东西 你看就是没有质感的 绝对不会出现在他的购物清单里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到 天秤座不喜欢和别人争吵 天秤座很爱面子 非常的重视自己带给别人的想法 虽然他们也会觉得说 不喜欢和别人吵架 让别人觉得是没面子的 天秤座在和别人站在对立面的时候 也会想的比较多 他会感觉说 这句话说出口 会不会想到对方 自己这么做 会不会其实让人家是观感不好的 考虑到别人的心情 所以天秤座也不太会让别人在众人面前是不好受 即使他的情绪超满 超想骂脏话 他也会憋到说 现在只有他自己神信任的 他自己熟悉的人的时候 他才会开始抱怨 但是你以为天秤座就会看大发牢骚 然后说 这个人怎么这样 这样子吗 不会的 他会把事情讲得看起来非常的中立 对大家都很公平 甚至在叙述的时候 还会帮对方多讲几句好话 但魔鬼藏在细节里 你可能一不小心 已经被天秤座带了风向了 那接下来就要讲到大家都知道的天秤座的选择障碍 天秤座的选择障碍呢 是来自于他们对于完美选择的要求 他们不能接受选择A以后 他自己不喜欢 早知道当初就选B了 这种的挫败感 在遇到选择时 考虑的太多 希望每一个选择都能达到最完美的结果 达到最完美的平衡 这反而会让自己看起来是很优柔寡断 那天秤座呢 他可能没办法在想要什么东西 什么事情 这种事情上 会很准的给你一个定论 但是呢 如果你问他 你不想要什么 或是你不想要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非常轻轻的 一点一点的列出来给你 如同对人 天秤座对于不喜欢的人 他可能在表面上 还是很公正 跟你是好的 还可以说说笑笑 但是呢 在心里是一次机会 都不会愿意再给你 但对于很喜欢的人呢 天秤座几乎可以说是宠上天 纵容你 非 他的原则 我只能以笑待过 接下来就讲到天秤座的 报喜不报忧啦 在外呢 天秤座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沉稳 很乐天的人 遇到大家呢 看起来都是笑笑的 但其实呢 天秤座是一个标准的 报喜不报忧的星座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呢 他们通常第一时间就是选择 把它放在心底 自己慢慢的消化 消化完以后呢 才会再展现出自己一切都很好 很正常 不要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这样子很稳的一面给大家看 过一阵子再问他说 你前阵子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你还好吗 他可能一直笑笑说 蛤 有吗 我忘记了 没什么事啦 我有这样的个性呢 也是因为天秤座 其实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星座 自尊心蛮高的 他们其实不喜欢让人家看到 他们负能量的那一面 而且他们也会觉得说 他讲出来了 就是麻烦到别人了 自己的事情就应该由自己来解决 与其呢 让别人来帮助自己 自己可能未来还需要再去回报 这么麻烦 不如就靠自己走过这个难关 有没有 连这一块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天秤座就是 这么想要维持平衡 欠都不能欠 接下来就要讲到 天秤座很容易被觉得 他很敷衍 天秤座的敷衍呢 是来自于他骨子里 就是一个很懒的人 遇到事情时呢 他第一时间是先判断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这件事情呢 如果他觉得说 哦 应该是还好 那在当下 他就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去处理 回应呢 会变得很简短 或者是很慢才会 甚至是 可能回复你几句 他就一读不回了 这时候作为朋友就会说 哇靠 我现在在跟你讲心事耶 你现在是在敷衍我吗 但也不是说 因为你对他来说不重要 所以他就随便敷衍你 而是这件事情 在他眼里看起来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或者是他也觉得说 嗯 你之前其实已经跟我偶尔这件事情了 只是事情已经一而再发生 重复 就再重复 你自己应该知道要怎么解决了吧 而且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天秤座第一件事情 可能也不是说安慰 你说 哎你还好吗 哦那个人怎么这样 他可能反而是会抛出一个反结的问句 反问你 或者是反问这件事情 有点像是很认真的在帮你找出 这件事情的问题所在 这时候如果是那种自识性比较高的朋友 就会在心里呐喊说 我想听的不是这个 但没办法 这就是天秤座 永远有一把式在衡量事情 就像你是我的朋友 但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所以我也不对这件事情 或是伤害你的那个人 直接下定论 接下来就要讲到我们天秤座的友情啦 天秤座呢在相处上呢 是非常讲求公平的 你对我怎么样 我就对你怎么样 所以天秤座看起来 好像说偶尔会敷衍你一下 看起来跟你之交 好像又淡如水 但你对他的好 他是绝对有放在心底的 而且也会以对的能量 来为你付出 天秤座身边的朋友呢 几乎可以说是才年姿论的 你在他身边多久 你陪他走过多少岁月 你就有多重要 对天秤座来说 陪伴真的很重要 那要如何知道说 你跟这一支天秤 究竟是不是朋友 来跟着我一起闭上眼睛 想着你那位天秤座的朋友 开始想十个形容他的形容词 如果这时候呢 你冒出难搞 这个形容词 恭喜你 你就是他真实的朋友 对熟悉的好朋友而言呢 天秤座其实是叛逆的 举个比较生活上的例子 可能在点菜的时候啊 天秤座的朋友就问你说 你比较推荐A还是B 哪一个比较好吃 然后你就会跟他说 我觉得A很不错 然后但是B也有哪些优点 但是我比较推A 那天秤座就会跟你说 哦 那我选C好了 是不是觉得超白目的 对 他就是这种白目 超叛逆 那天秤座呢 在遇到他朋友争吵的时候 其实天秤座 常常为了不要让彼此 都这样僵持不下 而选择主动破冰 主动示弱 主动跟你道歉 但其实也许在他心里 根本就不觉得 这件事情是他的错 他根本一点都不抱歉 只是在关心维持 和他的自尊心 这两大选择下 天秤座的选择 直接让这件事情 处理 时间会带走 这次心中的不甘心 但是两个人的友情 还是好好的 那就好了 所以你说天秤座对友情 看的很淡吗? 其实并没有哦 说不定他已经为了你这个好朋友 在心里 放弃了他的妹妹嘎嘎 非常多次了 是常常为了你 放弃了他最爱最爱的面子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爱情时间啦 我们先来谈谈天秤座会喜欢的内心 可能天秤座算是一个比较压抑 比较会保留自己的星座 所以天秤座对于活泼 对事情有想法 能够侃侃而谈的人 都会很有好感 对于说话比较含蓄 保守 不直接的人 天秤座反而会觉得 哦 好烦躁哦 你可以直接讲吗? 喜欢的人呢 在天秤座眼底完全就是粉红绿镜 他做什么 他都觉得 哇 带着光芒 牵动着自己的心 怎么看都觉得很美好 有他在的场合 天秤座平常在怎么懒 在什么想要自己的空间 他还是会装扮得很好 出门去见面 但天秤呢 他还是会把他自己的心意藏得非常的好 大家相处时 他可能跟那个喜欢的人 他也不会特别去互动 但是呢 他的眼角余光 满满的都是他的一平一笑 他的一举一动 一开始在跟天秤交往的时候 你其实会很容易觉得患得患失 天秤座好像有点冷淡 摸不到那层底 但其实是因为天秤座在刚开始的交往阶段呢 就会有点保护自己 在外讲求理性 公平 但对于他所爱的人 天秤座永远每天都在失衡 因此在谈感情出阶段 他很常在衡量 比较说 你对我比较好 还是我对你比较好 他不允许自己一瞬间就沉沦在喜欢你的那个情境 随时呢 都在帮自己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我们分手了 我还要退路 不要让自己那么喜欢 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 而且天秤座呢 非常的敏感 他很需要被关注 被在乎 当你让他感觉到说 在这段感情中 让步的 总是他自己 他很想在乎你 胜过于你在乎他 他就会开始觉得 不甘心 想要退缩 如果你察觉到了呢 记得一定要给予天秤座足够的陪伴 让他知道说 你是很爱他的 你是在乎他的 你是心里有他的 足够的陪伴呢 一定会让天秤座很有感 当他感受到了 而且喜欢你的那份心情呢 也已经远远超过他的自尊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那层保护色慢慢的不见了 但是呢 天秤座难搞的地方来了 他需要你给的安全感和陪伴 但是 他要的不是你时时刻刻都陪在他身边 他不是要你黏他 他黏你 天秤座是一个非常享受 孤独一个人的一个星座 他喜欢陪伴 但是他非常讨厌太年 他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呢 是非常可以悠悠自在享受的 热恋起的时候 一个星期 见面一两天 他就觉得说 嗯 差不多了 可以的 但是吵架的时候呢 会道歉 会放软的天秤 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在他放软的背后呢 他深深的思考过 他深深的衡量过 他知道 在他心中 你比他的自尊心 比任何事情 比一切都来得重要 超隐匿 他得不到什么 他要的只是他和你 都能稳稳的一起走过 那天秤座呢 在感情上 他要的不是一个小女孩 或是小男孩 他需要的呢 不是去展现自己的保护欲 或是满满的母爱 他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跟他一起 并肩前行的人 遇到风雨池呢 能够一起共患难 一起撑伞 度过雨天 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另外一半 好啦 星座特辑呢 就到这边 还有很多天秤座的特色 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每一个都讲得到 如果你觉得天秤座 还具有超级重要的特色 下面留言告诉我 跟我分享哦 你是几月几号天秤座 快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甚至觉得 你的朋友 就是这样的天秤 记得帮我这支影片 按赞 或者是分享给你那个天秤的朋友 另外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风格的话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那我也不知道 事情的实际过程是怎么样 是地震吗 看起来又好像淡如水 啊